我們的苦花魚是喜歡從下游游到上游去 所以它有逆流而上的精神 我們像公所常常就會是在做發包工程之後 把這些魚踢做完以後 你知道嗎 湖山裡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大哥 里長 這個踢做得太高了吧 里長就怎麼說 公所已經發包了 這個錢已經花下去 先這樣好了 明年我們再來改 不是啊 你要給它練習中間跳高喔 原來為什麼它有一定的高度 可是有的時候 魚滴做得特別高的時候 那個魚兒根本就越不上去 跨不過去 反而阻礙了它上游的這一種路 對不對 所以公所就很好笑 我們這裡民也很直接的 你要給它練習中間跳高喔 原來這裡的魚也是跟獵人一樣很強慢這樣子 好 在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這幾年都在實施中西附離的政策 所以我們主要是這個大羅南西 下游的塔孔西 再下游的哈盆西 還有我們沿路下去到屋萊的整個南四溪流域 是禁止抓魚 不能非法捕魚 如果被巡視員抓到看到的話 舉報上去 對不起 3萬塊拋出來 到15萬元不等 要看你的疑惑量怎麼樣 來定你的罰款的價錢有多少 好 這個是我們大羅南西 待會兒我們